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晚到了科胡遗錄的時間 上星期我們給了一個前奏 我見大家反應挺好 大家喜歡聽故事 這麼好的故事 最好是八卦的故事 都有很多特別的 譬如這本書講到其他一件事 跟這件事沒有關係 原來在第二次大戰時 美國曾經想過要暗殺蔣介石 美國 有甚麼奇怪 但後面牽涉了很多當時的印緣 所以大家有時看一本書 不要那麼簡單 他觸及很多東西 就要認識第二次大戰 亦有另一件事 在第二次大戰時 由於他們懷疑我 德國是想取得挪威的重水廠 是 他們拍了特務 就炸掉了 有挪威人的配合 是炸掉了重水廠 是 因為重水 在他們來說最大意是 如何能夠控制核彈的鏈式反應 將鏈式反應順利地進行 他們就需要這個重水 有這麼說的 是否德國真的想製造核彈呢 他們就說未必是 就算我想將鏈式反應 好好地控制 都是需要這些重水的 所以人們問你 好人好者 於是重水要做甚麼呢 你告訴他們 我想製造一個核電廠 這是一個答案 但同一時間就是 我想製造一個更加不受控 不是像核電廠那樣受控 但一個可以令能量穩定地上升 發放的一件武器 亦需要重水 那你先解釋一下甚麼重水 大家知道水是H2O 兩個氰加一個氧 但氰是有同位數的 即是世界上有些氰比其他氰重一點 重了在哪裏 就是在原子殼裏面多了粒中子 而且有些會多了兩粒中子 這些就是它裏面只有一個正電荷 但有多兩個零電荷的東西 就在核子上 這些就是同位數的概念 就是這樣 化學性質上都是輕 但物理性質上就會重了 現在的重水 專門由重氰組成的水 不是H2O 而是由Deterium 有些叫D2O 那些原素走出來 為何它能夠成為控制著 鏈式反應的好工具呢 就是純粹因為原子殼重一點 比較容易擋住了那些中子 另外我們今時今日很少可聽 重水我們會聽到的 但很多時我們不是用重水在核反應堆裡 我們是用濃縮油 不是濃縮油 是那些叫碳 即是高度的石墨 Graphic 那些是純度很高的石墨 剛才不是濃縮油 是那些高純度的石墨 高純度的石墨也有一個作用 可以幫我們好好控制著周圍的環境 裡面的中子不要能量太高 不要亂吐來吐去 然後令到鏈式反應可以穩步上升 又或者將鏈式反應完全壓低 又可以 那些控制棒就是高純度的石墨 是的 我們上個星期結尾時 我們提出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海鮮堡 他去見Neubor的時候 事後兩個人都沒有去說 裡面見到甚麼 是 近年便會找回Neubor的檔案出來 是 哈森佩克在戰後一邊說 我故意不做完這單 有些人就不相信他 不過在那套戲裡面 哥本哈根引用了一件事 就是插不准定理 就是如果我要將一件事 說得清楚的話 就很難明白 如果我講一件事很清楚的話 那件事就不準確 這是日常的插不准定理 是 那套戲的結論好像是不知道 它是留給大家去想 當然 上次講到最後的時候 你問我 海鮮堡究竟是否真的想做核彈 我故意不回答 我嘗試用一個 就是嘗試講清楚 令到大家最後都不知道 是對的答案 就讓大家想想 又是一個測不准原理 其實剛才我們投了幾分鐘的時候 不小心被捕捉到這件事 海鮮堡想不想做核彈呢 當然你有甚麼證據 你看看它在召集甚麼證據 譬如它想將鏈式反應重現 它希望去計算一下需要多少的濃縮油 來達至核彈的效果 它是有計算過這條數 就算它是計錯 也有計算過這條數 好人好者為何要計算這條數呢 原來是這樣的 好人好者是可以計算這條數的 就是你要去控制核反應 你控制到甚麼程度 如果核反應的連鎖反應 它是穩定地受控制的 你需要計算 它穩定地受控制的時候 那件事就是核電廠 就是一個穩定地發熱提供能源的裝置 但是只需要你稍微地去推斷 讓它不受控制的話 基本上那個鏈式反應的能量 就是一路幾何級數地上升 那件事就是武器 無論你是想做一件武器 或是想做一個民用的核電廠 你也是需要計算那堆數 所以你單憑是那堆數 你其實不是很分得到海參寶 有做的 想做的 不想做 它說自己想做就行 它自己說不想做就行 它想做計算錯了 做不到又行 它說自己故意計算錯了 讓人做不到又行 就行了 所以就是說 最後它想做不想做呢 真的留給大家討論 最大的問題 你會否很想知道 會不會有些過程 我肯定它真的正在做呢 那些其實有的 但它沒有做到那一步 又去不到那一步 譬如說你怎樣去知道 就是找到一個正確的 一個moderator 就是它剛才說 它連農宿油都做不到 德國的團隊在做農宿油 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那些石墨 不是不是 剛才我又說農宿油了 是那些純正的石墨 它想做純正的石墨 做不到就是因為怎樣呢 它排除不到裡面的鵬砂 那些鵬的成份 那些鵬的成份 是令到純正石墨的表現 對於那些吸收中子的表現 是大大減弱的 它搞定不了這個過程 但是美國那邊搞定不了 所以美國那邊做了原子彈 但這不是物理學的問題 這是化學問題 其實是化學工程的問題 所以美國那邊那班化學家 是貢獻了在這裡貢獻了很多 怎樣將那些油濃縮 以及怎樣將那些石墨淨化 他們只是這兩個很簡單的化學問題 搞了很久 就是比德國快 德國就是先試預先 然後不行就試找重水 但都未找到場仗也打完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他們是找到 在做的時候 你就可以有理由 是不是他們原來想 他們是迫人多一步 所以正正是因為德國的核計劃 是胎死腹中到一個地步 你連想孕育一個發電機 以及孕育一個武器 基本上你都未分得清楚的那個階段 你可以想像就是那顆精子卵子結合 但開頭還是一顆卵 但出來的那個是什麼物種 你基本上都不知道 其實就是因為它的起步 還是一個很原始的階段 所以我們基本上 就未有足夠的方法 去將海參寶定序 但這個顯不顯示到 當時大家兩個國家 投入在這個項目中的人力物力 是有差別的呢 美國就瘋了 美國基本上就是無上限資源 無上限資源 就一直投入 然後美國人的文化裡面 你會發覺那些很體現到的 他們很喜歡玩跨科的東西 不要裝這個部門 我是化學的 我不負責物理的東西 你明白你有智慧 你這班都是讀書的人 你給我全部解釋不去 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喝多少咖啡 你給我全部解釋 他們是跨科的人 不會鎖在部門房間裡 大家出來盡快解釋這件事 你會看到美國 就算今時今日那種做事的精神 德國那裏比較多就是那個 而且這是歐洲的科學 那種建制 那種建制就是 這個問題就批了給這個部門 其他人不要亂來 於是乎是 但實際上它的資源亦比較馬 亦比較沒有投入得那麼多 因為當時德國 就更加將希望放在V2火箭上 放在另外一些火箭上 的而且火箭上 它最後是領先全世界 它甚至乎做到火箭 已經即時可以打擊到英國 那些東西即時見效一點 甚至乎它將火箭引擎 放在戰機上面 即是噴射戰機 那個時候就出現 這些方面它就領先了 但反而就是 原子彈計劃那裏就落後了 但當然最後 根本上都不需要用原子彈計劃 來決勝負 在歐洲的戰場上 一個比較 其實當時武器技術上 比較落後一點 即是科技上好像落後一點的盟軍 但戰勝了這個軸心國 但如果大家還記得的話 其實盟軍有些東西 原來是暗碼底贏了軸心國的 你會發覺勝利不是全方位地 一倒壓到一方 原來是局部地勝利 原來掌握資訊情報 這件事我原來是鬥首棋的 但這不是事前知道的 大家在戰爭初期的評估 大家不知哪一件事 最最後會決定整件戰爭 日本便不幸運 但德國之後你便領先 你先掌握兩顆軟絲彈 日本先輸 那就不用掌握兩顆軟絲彈 有些歷史的印象 但你如何評價海參寶作為一個物理學家 這樣說 我純粹做物理學的人 基本上不讀他和納粹德國的瓜葛的歷史 純粹只是看他在量子力學的貢獻 他以一個三十多歲的年齡 發展到這套東西 我當然是一個神童 非常了不起 而且你也看到他整套量子力學 那套數學的表達 其實就是很超前 而到今時今日都有人 用他的進路來研究一些物理問題 尤其是凝聚態物理 你很喜歡用他的Matrix Mechanics 來研究 但你說 他最後在… 又這樣說 他最後就算有參與德國的核子計劃 有還是沒有也好 他最後沒有甚麼要搞成 戰後就沒有甚麼了 戰後就沒有甚麼大貢獻 原來在那個物理的航空間 是的 但我還記得當時看過話劇 提到他聲稱自己只是想製造一個能源裝置 只是一塊這樣的東西 但其實連這件事也未能搞成 但一樣是肯定的 其實他不懂得製造的 這件事我們想到現在是多肯定的 其實是真的 你說製造一個原子彈中間要計算那堆數 一個有量子力學功底的人 他可以幫你處理一部分 但其實也有很多其他你要熟化學 以及熟其他核子物理的人 來去瞭解其他部分 不是說 相比於Openheimer 美國那邊和海參報 兩個自然不同類型的人 在美國那邊可能最後最大貢獻 就是那些叫高能物理的那班人 研究核子和高能物理那班人 對於原子彈曼哈頓計劃 甚至乎是二戰後的 美國核子武器的研發 最大貢獻是這班人 就算說薩克羅夫本身 都是搞核子物理的人 量子物理和核子物理中間 有很多重疊 但亦有很大的差異 而且Heisenberg主要是 在理論層面的工作比較多 是的 這題題是2023年一部電影的 Openheimer 由我們蝙蝠學的導演 Christopher Nolan 編劇兼做導演 這部電影很有趣 《預先仔》一年前已公佈 一年後哪一天上畫 然後公佈了演員的造型 我一定會看這部電影 裡面好像暫時看不到 Heisenberg的出場 但我們熟悉的科學家 全部都在這部電影 包括Edward Teller Ernest Lawrence Vennefer Brugge Richard Feynman有 有Richard Feynman 有人扮演他 Richard Feynman 應該是一個年輕人 扮演一個年輕人版的 Richard Feynman 一定是 演員就看 演員是這樣的 也不像 也不像 羅伯爾 正統的核子物理學家 另外這本書中提到 Heisenberg年輕時 如何聰明化 他沒有棋盤 打電話 哦 觸盲棋 即是那種 那個就是 棋盤寄在腦中 你行不行 我連棋盤 你連看我的棋盤 不行 真是很廣 不就是 波子棋 聞一下 聞一下 印象我痛處 聽他們說是神童 你在德國是神童 真的很神童 而且很多時候 我記得他跟他師傅的關係 在他建構這個理論時 他有一隻脫疆的野馬 將方程式寫下來 然後就說 這套我遵守了數學規則 是對的 最後出來的東西 總之我寫下的哪條式 裡面沒有犯任何數學錯誤 最後一定正在對應 一個合理的物理現象 是可以解釋到一些東西 結果反而就是 師傅Newberg 很努力地幫他想想 這些東西的意義在哪裏 所以整個量子力學 不要用普通人的概念去想 整個是由數學方程式推出來 去找到現實世界 是否對應到 是 是 是 這是普通人最難理解 是的 你說牛頓的顏色 由實驗到歸納回來 量子力學的顏色 都是由現實到嘗試 猜一下猜回來 但發覺猜到一條顏色 又很好用而已 有否試過我們可以完全推導 如果去證明出來 其實是未有的 不過它是一個好的數學模型 好 科外匯律就說了 都是觸及了一部份的 但整個馬哈頓計劃 我們相當有機會 我們看看可不可以 或者沒有 下集會繼續說 那晚的計劃不輸入 對 還有很多二戰時候相關的 冷戰時期的故事 我們可以慢慢說 好 我們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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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